早上有给大家讲过了 做三十信念 头一条的条件 就是你那个真诚心 你那个真诚心能够感动 感动谁呢 天地鬼神 感动这些往生堂上的亡灵 感动 世界的一切万物 感动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你的真诚心 他可能借这个因缘来念佛 来发愿 最后他可能 以他们的真诚心 往生的频率 他就很高 就是说来参与这个法会当中 必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这个功德太大了 这个功德很大 无法用语言来给大家说明 所以那个真诚心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佛法里面 你要学佛要先从哪里开始 从你的真诚心 真诚心 你做到了 什么都能够通 只要你真诚心 什么佛法都能通的 这个就是佛法的密解 今天如果你那个真诚心 没有把它流露出来 无论你送哪一部经 学哪一个法门 你只是在门外而已 进不了 入不了门 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法的开始 所以你看打磨祖师 要把他的一波传给二祖的时候 他先考验 没想到二祖 会可大师 起来一句话也没讲 只用他的真诚心来恭敬 打磨祖师看到这一点 才把一波传给他 佛法 妙妙在里 都是你的真诚心 你要互相恭敬 不要互相批评 你要互相敬爱 不要互相嫉妒 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做 所以我相信 这个往生堂上的这些亡灵 一定会感恩我们 就算他们没有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我们的回向 他能够受到好处 起码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 起码不会在轨道 起码他能够生在山山道 起码从他的这个福报 来妥胎做人 然后来自己认真来学习佛法 这个就是回向的功德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既然威诺已经给我这个机会了 那我就给大家讲讲 难得 你们明天不知道跑去哪里 师父也不可能跟你们约会 对不对 我只能在这边跟大家讲话 我请问大家 人的寿命有多长呢 人的寿命有多长 一呼吸而已 一口气而已 一口气断了 等于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从这个地方 你能够觉悟多少呢 你能够领悟多少呢 说明我们这个生命啊 在这个环境啊 真的很脆弱的 做不了主啊 一呼吸没有了 生命就没有了 就是这么脆弱 如果你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呢 你还有什么看不破的呢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才告诉我们 赶紧觉悟 要快快觉悟 人生无常 生命脆弱 所以要赶紧觉悟 所以啊 中风果师啊 在这个三十七年 有讲了一句大实话 哪一句大实话呢 中风果师讲啊 只要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 这个圈里面 六道轮回圈里面 人呢 永远不会离苦的 永远不会离苦的 就是在这个六道里面 无论你在三三道 三三道也哭 离不了这个苦之 你看这个三三道 都是生在天堂天界 天界有二十八成天 最高的那一层天 是什么天啊 飞翔飞翔的初天 寿命有多长呢 八万大节 这个寿命太长啊 无法算出来的 天数 不要说大节 八万小节 都没办法算出来 太长了 但是他也是有苦 为什么 寿命总有一天会到 所以当他寿命到的时候呢 他很苦 苦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时候 华语佛所讲的 什么叫做入涅槃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毁放佛陀 毁放佛陀什么果报 五间地狱 所以越爬越高 越摔越痛 所以佛不介意我们呢 生在天界 因为不究竟 三恶道 就不用讲了 很苦 那人道呢 刚刚好 中间 有时候苦 有时候快乐 有时候快乐 有时候苦 就是这个 人道 但是人啊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呢 你有没有感觉很苦吗 真的很苦耶 很多事情你不能称心如意的 苦不苦 很苦 你想要的得不到 苦不苦 你所爱的人 爱别离苦 总有一天离开你 你会苦 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也是很苦 所有种种的 有时候让我们很厌恶 很讨厌 那怎么办呢 佛法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 所以呢 要赶紧觉悟 怎么觉悟呢 你有多苦啊 我们只要有一个信念 坚持 好好反省 好好检讨 无论有多难得路 我相信每一个人 没有过不去的卡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就算做不到了 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 去争取 去努力了 如果没有打到我们想要的 一切许愿 不要勉强 因此我们已经尽心了 已经努力了 所以许愿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佛啊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赶紧觉悟 怎么觉悟呢 只有一个方法 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该看破的要看破 该放下的要放下 什么事情尽心尽力许愿 老实念佛 总有一天 我说将来 我们的寿命到了 这个佛号 我们也念成功了 跟着这句佛号 去见阿弥陀佛 什么都最重要的 什么都最好的 所以能够看破的 要看破 不要太过于执着 刚才讲 一呼吸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做人要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了 自自在在的 我们的路还是很长 不要把这个人生 看到很复杂 有时候 跟开的 能够看得开 看得下 能够放得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做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确实佛家里面 有讲这一句话 众生有感 菩萨有应 这个故事 我在佛期当中 有讲过了 我有讲过了 但是我要再讲一遍 因为有一些人来做法会 可能没有听到 这个故事很精彩 这个故事 发生在宋朝 发生在宋朝 有一位虔诚的念佛人 他的名 他的姓叫做记 人家称呼他叫做记事 他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就是希望他的先生 跟他一样来念佛 他这个愿望就是这一个 为什么要他先生来念佛呢 因为他的祖先 他的祖先历朝历代 都是修什么 修道的 修仙的 所以他的先生 天天锻炼什么呢 锻炼仙丹 能够长生不老 就是这个 但是作为太太 他也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 勉强他的先生 因为个人的信仰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他的太太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他的太太 每一天要自布 以前的人都是用 用一个木板来自布 一边自布 一边念佛 一边自布 一边念阿弥陀佛 像我们现在一样 一边洗碗念阿弥陀佛 一边洗菜念阿弥陀佛 不要一边洗菜看抖音 不要一边洗碗看手机 把这个时间空过了 他说一边自布 一边念佛 所以每个人的修行念佛 因缘不一样 有人的因缘 没办法 一定要工作 因为要吃饭 有一些人福报很大 不用工作 天天来到佛堂做医工 念佛 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但是佛号 不会障碍别人 三根仆辈都能够念 容易简单方便 走到哪里 你肯念 你就能够念 这个太太还一直自布 自布 有一天 傍晚 就是这个时间 突然间看到外面的一道光 很亮很亮 所以把那个窗门打开的时候 看到了一朵颜色的莲花 然后这个莲花又占着 这个阿弥陀佛的像 看到这样的情景 这个祭祀很感动 所以向阿弥陀佛礼拜 礼拜之后 突然间他想起他的先生 这个是阿弥陀佛来帮助 这个机会来了 就把他的先生 拉到这个地方 告诉他的先生 阿弥陀佛来了 没想到他的先生 在这一刹那 看到阿弥陀佛在天空 只是他的先生 看到阿弥陀佛的是半身 他的太太是看的是一身的 整身的 所以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不念佛 但是比没有看到好 对不对 看到阿弥陀佛了 没想到他的先生 才告诉他的太太 真的有阿弥陀佛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谢谢你亲爱的老婆 大概这样讲 其实他没有这样讲 是我自己讲的 是不是这个吗 真的 所以做男人的要懂的 你回去告诉你的太太 亲爱的老婆 你辛苦了 我告诉你 你的太太 累死也甘愿的 我告诉你的 是不是 管您良 真的 这懂得要疼爱人 不要两个粗粮的 看人家 赞叹他 有多苦啊 他宁愿给你的 做牛做马 我都可以的 但是你得罪了他 我跟你讲 死路一条 我跟他说 浮现了 死路一条 但是我们写佛人 没有这种的心态 真的没有 然后呢 他就告诉他的 他太太 谢谢 我看到了 没想到 因为这样的因缘 他的先生 真的来念佛了 最后 同生极乐 这个在《网生传》里面 有一个记载 有一个公案 在这个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 给我们启发 佛都在我们的身边 阿弥陀佛无不处在的 都是在我们的旁边 关照我们 关怀我们 爱护我们 常常用他的慈悲的光明 来照亮我们 你要好好 去念这句名号 总算我们心有烦恼 那一些让我们很痛苦的 只要你用心信念 你会蒙阿弥陀佛的加持 加持你开你的智慧 以你那个智慧 去看面对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些 处世待人介物 所以你要用心信念 把你那个心当在念佛的时候 放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上 确实真的 只要你那个用心信念 没有一个不感应的 真的很会感应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给大家 一种鼓励 我们人生很短 这个世间的灾难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天灾人祸天天都有 无常随时都会来到 回到来临 那我们呢 什么样能够靠得住的呢 你要找到那个靠得住的 什么样靠得住的呢 这一句名号 你先生靠不住 你的太太也靠不住 你儿女也靠不住 你很多钱也靠不住 只是暂时因为你需要而已 但是关键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没有任何能够帮到你的 只能自己 所以要慢慢的培养 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作什么 当作你的生活的习惯 走到哪里 一句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位的 以前把手机放在第一位 我现在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位 我以前很喜欢 我那些小东西啊 比如说包包啊 或者手指脚啊 这些啊 天天看啊 这些啊 对不对 现在把它放在第三 阿弥陀佛放在第一 像昨天有一个居士 跟我说 师父啊 我这个指甲可以油漆吗 不是那个 就是颜色啊什么的 你头脑有问题啊 这个问题怎么问我呢 跟我毫无关系啊 对不对 你手指要不要擦什么颜色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的关系对你都是 你有没有念佛 那个才主要的 等一下又有人问啊 师父 我头发又短啊 去长的 等一下接下来问 师父我的衣服穿得漂不漂亮 哎呀 现在的人真的又是这样的人啊 昨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给我 师父你做三十七 能不能喂我一只狗 我最疼爱的狗 生病了 我说生什么病 拉肚子 那你干什么 我只能 我只能关心他 那你的意思是说 教师父 给你诵经 回向给你那只狗啊 对啊 师父 你不是做三十七年啊 好了 既然这样 我就回向呗 他跟我讲一个故事 他说师父 让我很惊讶 他说以前只听过啊 人啊 生病的时候啊 去括号啊 有时候排得很久 对不对 排得很久 或者你要住院啊 有时候没有位置 给你住 他说啊 昨天啊 把那只狗啊 送到他的那个 宠物的医院啊 宠物医院啊 你知道吗 宠物的医生怎么讲 对不起 现在啊 我的医院里面 都是病人 就是病狗 狗好多 所以你要排队 排多久 大概要等六个小时 然后呢 他想要住院 医生跟他走 已经满了 没有地方给你住院了 以前只有听到 人要住院很难 现在连猫狗啊 宠物的生病啊 要住院啊 都很难了 是不是颠倒 所以他问我一件事 师父 为什么狗会这样 我说啊 都是你们做的 这些狗本来是好好的 你给它吃什么 阿福卡路啦 冰淇淋啦 饼干啊 什么都给他吃 这道追狗呢 不拉肚子呢 才怪 所以啊 人啊 很迷惑啊 有时候真的 不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人生 不知道做什么 明明明眼前能够让你将来 你这条路能够得快乐 但是你明明把自己啊 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能够怪谁呢 只能怪自己 所以好好念佛 师父只能用这个心 来跟大家鼓励 你要好好念佛 你用你的心 跟阿弥陀佛去相应 总有一天 你会有好处的 总有一天 你会得到有利益的 最起码 在这个人生当中 改变你那个烦恼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